来讲小老鼠的表演日 可爱动物园的小朋友 大家都到齐了吗 念到你的名字要有精神的答 又哦 老鼠同学 又 牛同学 又 老虎同学 又 兔子同学 又 龙同学 又 蛇同学 又 马同学 又 洋同学 又 猴子同学 唬唬唬唬唬 鸡同学 唳唬唬唬唬唬唬 狗同学 又 猪同学 又 猫同学 唬唬 好 这里是可爱动物幼儿园 里头有十二种动物就读 又到了年中表演会 今年要表演戏剧 表演的故事是王子救公主 美丽的公主被魔女抓走了 今年是决定角色的日子 好希望我也可以演王子 小老鼠暗自想着 可是小老鼠只敢发出小都不能再小的声音说 我想要演王子 我来演王子 于是王子的角色就这样决定了 我就知道我办不到 当老鼠垂头丧气的想着时 老鼠走了过来说 老师走了过来说 小老鼠你也想演王子吗 那么王子的角色就由你们两个一起担任吧 真的吗 不用说 不用说 牦女一定就是我 牦女决定又来猫咪担任